水狐烧鯉 水狐烧鯉 叫死神嗎? 台灣能飼養的五種猛禽當中 最少人飼養有著三高的猛禽 身價高、顏值高、還有盤的高啦 沒錯!就是尊貴的紅鴛寶寶 他們身價到底有多高 大家可以底下留言猜猜看 影片後面我們再來公布答案 紅鴛甜稱擅長盤飛 在天空的樣子非常的美麗優雅 他吃了好長喔 不過他們的飼養照顧以及訓練方式上 跟伯伯他們不太一樣喔 紅鴛的羽毛長且一折 如果用飼養粒吃鷹常見的弓形漆架 很快尾巴跟翅膀的羽毛可能就斷得叮叮叮叮了 一般會使用高漆架或者是鷹射來飼養 他們原神好像主要是吃五脊椎動物 就是包括昆蟲那些 他們可以吃飲嗎? 可以 院內都可以吃飲 經過沒幾天 包包長大囉 喂不是啦 這次我們難得有機會 可以去參觀長大的紅鴛放飛喔 這麼好長喔 也因為習性的關係 紅鴛跟黑鴛一樣 其實很常邊飛邊吃飯 他們抓到獵物後會繼續飛 而不是壓制在地板上 需要花更多的心力訓練 也要更注意細節與習慣的養成 遠足孩子 我就是 超級大小的 因為我一定會要男生 他會要男生 我也要學習慣了 要是女生 他會有男生 要是女生 她會有男生 的女生 她會有男生 對啊!天啊! 我回來了 性格相對哈里斯鷹來說更敏感膽小一些 所以在訓練上也會更加的不容易 不過紅緣盤飛的樣子確實迷人 如果我喜歡看老鷹翱翔天際 優雅自在的飛行 紅緣是很適合未來列入考量的陰種哦 很燥耶 這隻是 這好燙 因為並非適合陰獵活動的物種 歐美的薰鷹人大多是走陰獵路線 所以比較少人願意飼養繁殖 相對的數量稀少 也因此價格並不算簽名 叫死神啊 會暗暗暗的 水壺燒開了 好燙 沒有了 我 现在大约的30万台币上下 你们猜对了吗